Hong Kongers Station 香港台 整點新聞 世界各地的香港人大家好 歡迎收聽黃昏新聞報導 我是王嘉儀 先關注下大選方面的消息 下個星期一 即是9月20日 加拿大人的選票將會決定誰做下一任總理 多倫多大紀元時報報導 華裔參政同盟昨天在新聞會上鼓勵華人踴躍投票 以提升華人參政意識和地位 將華人的聲音帶到國會山莊 同盟會會長朱偉柔說 華人投票是很關鍵 會影響到候選人的當選 加拿大華人是從1947年才擁有投票權 希望華人積極投自己神聖寶貴的一票 針對今次聯邦大選華人參政人數不如以往 華人保守黨協會主席朱偉邦表示 首先是疫情影響 有人對華人歧視攻擊導致華人受影響 其次是目前家中關係降到近50年來的最低點 特別是孟晚舟事件以來 兩個加拿大人遭到拘捕 造成政治大環境對華裔候選人不利 他希望明年省選能夠有更多華人出來參選 在香港新聞方面 有消息人士向香港立場新聞確認 成立了31年的職工盟會進入解散籌備過程 星期日會召開記者會公布詳情 職工盟星期五晚在Facebook發公告指 經執委會討論因應近月的局勢 執委會成員可以自行決定去留 現時執委會成員剩下4人 包括在囚的秘書長李卓仁 及主席黃乃元 副主席鄧建華 師傅鍾松暉 並申明其餘執委會成員已經離任 職工盟公告指 慶幸多個工會的職工盟和職工盟走到今天 其醫之難能可貴 又重新將於星期日召開記者會 向公眾交代職工盟未來的路向 保安局今年5月宣布 根據港區國安法第43條實施細則復表3 發出凍結財產書面通知 凍結黎智英持有的壹傳媒股份 香港《立場新聞》報導 黎智英早前入品高等法院 要求獲准行使壹傳媒股票投票權 就公司清盤事宜投票 案件早前領訊 法官陳建強押後至星期五頒布書面裁決 裁定國安法相關條文中 不得處理財產包括股票投票權 法庭又各自黎智英就清盤投票的申請 指評估危害國家安全風險 不應該由法庭處理 認為他應該先向保安局局長作出相關申請 在完善了的香港選舉制度下 傳統地產商勢力被削弱 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早前也說 香港要告別劏房和農屋 香港《立場新聞》引述路透社消息 指北京已經在閉門會議上下指 香港地產商需要投入資源和影響力 支持北京利益 以及解決房屋問題 消息人士形容 遊戲規則已經改變 北京不再容許壟斷 正努力令香港更愛國 據報導標題描述 中國政府要求香港地產大亨首規矩 更加要回饋社會 隨著北京尋求加強對香港的控制 已經要求大地產商投入資源和影響力 協助解決或會破壞穩定的住房短缺問題 醫管局員工陣線於本月3日 接獲職工會登記局信件 指該會活動涉嫌與職工會條例不符 要求該會提交書面回應 香港《立場新聞》報導 代主席陳國成星期五向局方提交書面回覆 陳國成強調 強烈反對局方將工會過去曾舉辦的活動 定性為涉嫌與職工會條例不符 或將經費用於政治目的 指工會一直堅守專業 在疫情下導出真相 因為他們是這個充滿謊言時代中的見證者 陳國成亦表明 工會所遞交的書面內容不涉及任何會員資料 陳國成未有回應會否解散工會 或會否擔憂局方取消工會的資格 且是說會繼續做好維繫會員的工作 並感謝會員一直與工會同行 警方星期五高調向鎮大視角藝術院助理教授 政治漫畫家王趙達發信 指他在《明報專欄》刊在六格漫畫中 有學生角色提及《假新聞》系 由少年警訊的朋友圈中傳出 警方批評王趙達利用報章平台 無故作出毫無事實根據的指控要求澄清 王趙達向《香港立場新聞》表示 正同看在漫畫的《明報處理事件中》 暫時未能回應 國際消息方面 中國國家廣電總局今月2日印發的關於進一步加強文藝節目及其人員管理的通知 要求嚴格執行主持人辭政上綱通知發出後 開始由專家建議演藝人員都要考牌以治理娛樂圈的亂象 凡是沒有註冊登記的規定各類平台都不能錄用 香港眾新聞中國組報導 導演賈章鵝明確表示反對演藝人員考牌制度 是中國罕有公開發出反對聲音的演藝界人士 他指每一部電影需要的演員都是千差萬別 無法用世俗的一些標準來衡量 因為藝術創作不應該變成徹戰門檻 如果演員都要考牌 到時會出現很多不是演員的演員 今天的黃昏新聞報導完了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週末再會